大家好我是小林 种种迹象表明啊 中国输了 习包子还有王毅这两破玩意啊 是输掉底库了啊 这是最新消息啊 来自于这个美国 哎美国出大招了啊 就是这个王毅啊 这个屁颠屁颠啊 都跑过去啊 这个找那个布林可啊 哎呀要订单 哎呀拿着破皮包做业务啊 而且这里面啊是丑态百出啊 啊那是相当难看 而且这个布林肯啊也是相当威武啊 太帅了干得漂亮 教王毅做人哎 所以这个这个场景有多好看啊 有有多好玩啊 我们一起求求看看分析分析 等一下告诉大家啊太好玩了啊 王毅被像这些迅得像孙子一样啊 啊这个另外一头这个集大猛肉啊 也是一起出招啊 首先是来自于这个印度 哎呀印度出手了啊 就是要对中国这个产品 哎呀跟中国脱钩啊脱钩啊 中国的产品不要进来啊 给他加非常高的关税啊 那简直这个惊呆了啊 小伙伴们都惊呆了 印度啊出大招啊 另外一头就是这个菲律宾啊 也是干了一票大的啊 都都出手了 就是中国现在被摁在地上摩擦摩擦 他以美国为首啊 这美国老大哥就把他摁住啊 其他啊其他盟友一起出手啊 你看这个菲律宾啊 这个就当着中国的面啊 就就现在就这个南海中国说了不算啊 南海现在中国靠边站啊 这个这个菲律宾啊 现在直接叫叫板中国 你看中国一点办法没有啊 啊另外一头 那个除了外面啊 中国这个简直是全面溃败 这个他国力不行的嘛 国力不行他都跟不上啊 然后这个里面呢 当然也是也是乱了套了啊 最新看到这个中南海啊 里面中共的权贵家族 核心权贵家族啊 开始跑路了啊 开始就跳船了 现在不是中产阶级跑路 也不是什么什么这个官员跑路 现在是中南海也跑路了 那这个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家族跑路了 谁啊 李鹏家族啊 没想到李鹏家族 李鹏当年在这个八九六四的问题上啊 那时候立了就对于中国共产党来讲 他立了大功的 所以在里面谁都不敢动他 他现在什么他跑了 哎呀赚够了 我就赶紧跳船啊 跑跑跑人了啊 所以这个中南海的最新的这个动向啊 这个权贵门的这个动向也是值得我们注意 我们可以结合最近有这个疯疯狂啊 那个乱乱就经济啊 可以乱就一通啊 那个里面就可以看得出来 他还知道他这 他这不行了 不行了啊 是吧 所以这个几个情况啊 我们具体一起来看看啊 主要是看得出来 就走下波路啊 不行了啊 所以这个 这个具体一个一个来分析一下啊 先说说这个王毅啊 这个找布林可能要订单 这个事情啊 结果就蛮有意思 就念想这个 这个就主要这个 昨天晚上嘛 就当地时间 其实几个小时前啊 9月27号 这个王毅就在联大嘛 待了很多天啊 其实主要目的就一个 就是什么 就是找布林卡啊 就是我找美国啊 其他的都都现在中国都都没有了办法 主要就是美国这边那个啊 想想搞好跟美国的关系吗 你看谁求谁嘛 现在看得非常清楚嘛 是吧 王毅你看这个整整天那个吹嘘 但是在强大的美国面前呢 那一点办法都没有 而且这个这个我们也要知道啊 这个布林肯啊 也好 这个拜拜登政府呢 现在也基本上是属于看守政府啊 因为这个这个也是差不多了嘛 是吧 然后然后现在 但是就就看守政府 就剩这几个月了 这个中国也是不得不去找他继续这个维系 这个关系啊 就怕这个这个关系不行了啊 所以也是看得出来主要是中国求美国啊 千里迢迢你看啊 跑过来啊 所以这个这里面啊 然后就就反正就见布林卡 然后里面说的话也是蛮有意思 我们那个来看看 显现出来中国这个矛盾呢 他就没有办法啊 这个王毅你看啊 他说啊 现在这个什么两国元首的引领下啊 这这个拍习近平的马屁啊 要中美关系指爹齐文啊 这个单方面宣布 你看人家美国一招又一招 禁止你中国这个电动汽车 禁止中国什么什么破这个破破互联网汽车啊 这个禁止给你加关税 一招当着他面就怼他呢 是吧 然后中国竟然可以单方面宣布 中美关系指爹齐文 你说搞不搞笑呗 其实很搞笑 但是我们看得出来中国真的不行了 18年的时候 你看当时中国还有点能量啊 当时这个还能够跟美国的打贸易战啊 是吧 打贸易战打起来 现在 你说有没有太大变化 关税一样较争 没有没有 而且还加的呢 给他加100% 一加就 其他什么三营交群 全部都按照法律流程 这也不是拜登说了算 也不是任何政府说了算 美国都是法律流程啊 所以这个无论谁上来都都是家 因为中国 没有遵守当初他说加入贸易 世界贸易组织的这个诺言 美国按照美国的内政 美国的法院通过 就对中国该怎么加征怎么加征 所以你看这都是这样啊 没有任何这个 而且还加了很多的对于中国 这个各个层面的 还有保护台湾 你看该该给军事军备一样 给军备 给台湾军事有援助的 有出售的 是不是啊 那当然里面有一些是私人公司嘛 然后有一些 那这个反正该怎么处理 怎么处理嘛 是不是啊 所以我们都看出来 这个美国怎么是止跌起稳 这是什么呢 这是中国 他希望止跌起稳 然后也是 叫做一种认知战嘛 就中国希望这个东西 你看我们中美关系直接起稳 怎么直接起稳 主要是中国认爽 是吧 主要中国认爽 所以在然后 什么 这两天 每次换人 换人了然 他就他就单方面宣布 你看上来一个亲中的 谁亲中 整个自民党 除非就换了自民党 当年那这个有点年纪的 可能记得当年什么 揪山游己夫 那文也叫亲中 要换党 没换过党了 一直都说 现在是党内选举 这次日本是党内选举 党都没换 一样的党 所以开玩笑 但是他希望这样 然后希望营造一个气氛 你看你看西方要放弃乌克兰 西方要放弃台湾 他都想做一个是打认知战 最最重要是说给台湾听 因为日本其实这个看全世界比较 关心日本政治的可能就是台湾 这些毕竟日本政治属于小众 是吧 对台湾比较重要 所以台湾比较关心 对这主要你看他都说给谁听 说给中国的韭菜听也没用 中国的韭菜不管事 所以这个主要还是就是做台湾的思想工作 这里面啊 你看上来一个清宗的了 这能够瓦解台湾的 就觉得你看你就被孤立了 你看其实谁清宗的开玩笑 但是就营造这种气氛 营造这种气氛 那我们昨天晚上也是给大家分析了 这里面有各种考虑 这个这个也考虑到日韩关系啊 就要能够稳固共同的去对抗中国 如果韩国这边掉了链子也不行啊 就要或者说这个 因为这个当日本的极右呢 他也跟韩国不对付啊 所以这是历史原因呢 这这要涉及到日本里面啊 所以不能孤立的看问题 所以所以这个采取一个也能够啊 争取韩国的这个一个一个继续 跟韩国修好关系啊 然后然后也能够保护台湾 反正这石破帽也是去台湾嘛 啊所以这这个其实是挺好的啊 挺好的啊是吧 这个只是媒体看上去没那么爽是吧 啊然后这个这个 所以这没有几跌其稳啊 这个单方面全部几跌其稳 就看得出来中国是这样 啊然后这个说 然后他里面那个提到几个问题啊 啊美国不能总是两副面孔对华 这这种说法 其实是拜登政府的出现啊 一边视意妄为围堵打压中国 一边若无其事 同中国对话合作 就对美国的强大呀 你中国没办法 我又围堵你 然后你你不能怎么样 这也不得不说我们 我们要认可拜登做的一些事情啊 这个他里面他怎么说啊 他说他就批评嘛 批评那个美方 其实就现在的拜登政府啊 这个说他啊 你动辄从实力地位出发 我心我素任意妄为 就说这个啊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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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登政府嘛 其实就拜登政府这个策略呢啊 所以也是值得吸取的啊 哪怕到时候一个川普上台呢 就是希望川普政府 能够吸取到一个好的地方 能够互相学习 你看这个啊 这个民主党也吸取的 哎 你看这个啊 这个加征中国万岁哎 干的不错啊 是吧 那个这个我们就可以 可以拿来主义啊 然后然后这个哎 这个这个如果的总总归有一天是共和党执政嘛 是吧 肯定换了换去了 这次不是下次世界是吧 然后共和党也吸收啊民主党做的好的地方 做好的地方就是什么 就对中国就把它量在一边啊 所以这个东西我们现在有点看出来 我觉得是挺好的 其他国家也可以这么学习啊 现在现在可可能日本也有点想学这一套就是什么呢 中国就是个神经病 你可以这么认为 就就就假设 这个这是一个战略性 我们只是抽象来来描述这个东西 你比如我我们在路边啊 看到一个神经病啊 耍耍大刀是吧 当街耍大刀 那个那那我们应该干嘛 我们不会理他 是吧 我们这个拐着弯走 你管他干嘛 你又不要跟他急 你跟他急干嘛 那他是神经病 是吧 你看他看到的 他要要不我们有的打电话找警察 我们就打电话找警察 就是看到街上面有有一个乱来的 说我们就不要惹他 他那玩意老子不清楚是吧 所以就是 对于中国呢 逐渐脱钩慢慢脱钩 然后也尽量降低 因为民选政府肯定降低 要跟着去风险 去风险 然后呢 也要压住中国 不要让他乱来 就是这个警察要控制住他 耍大刀 不要让他伤害到其他群众 但是呢 拖完钩了 不要离他 把他量的那 离他远远那就行 是吧 就这个意思 所以也要不得给他太急 有时候太急他很得意啊 你看这个太关注 他不要把他量了呢 拖的差不多了 拖过过程当中 我们尽量就 就就就不要跟他说 这个发生什么矛盾 就是什么 那就体现了 我们希望文明国家吃好和好 我们只是以实力 包括台湾现在耐心得政府也一样呢 我们积极自信啊 我们有强大的实力 所以也说到台湾呢 就你中国不能伤害我 但是我们 我们也懒得理理 我们就把它脱钩了 就行了 你过你的 我们过我们的 然后就这个意思 所以这个 他就批评美方啊 然后也是这个王毅就强调 现在这个 所以我们说说他怎么说 我们看得出来吗 然后这个台海局势啊 现在最大的危险是赖清德之力 你哇 越来越猖獗 猖獗 你这个也就证明什么 也就证明台湾是独立的嘛 台湾有自己的民选程序嘛 这个耐心得当选 你看你中国没有办法嘛 你所以你你中国哪里控制台湾 就是台湾什么 怎么是中国一个省呢 台湾选一个你最讨厌的 你一点办法都没有 是吧 那证明什么 证明台湾已经一直都是独立的 台湾不需要宣布独立啊 所以说人家这个有一个民选程序 这个当选程序 有一个独立的司法 独立的海关 独立的货币 你说你你中国呢 你只能证明中国的根本控制 拿不了台湾没有办法 是吧 而且选谁也是台湾自己的一个流程 和民意跟你中国谋关系没有 然后就要警告美方真心希望 你看这很弱级 你看这个真心希望美国 哎呦喂 你不是警告美国吗 真心希望 哎呦 怎么这么软绵绵的 现在王毅说话 行不行呢 不行就拉倒 你看这真心希望美国啊 要停止武装台湾 对吧 你看美国现在 现在王毅说话很搞笑 还战狼 我看到都没本事 这个真心希望美国停止武装台湾 所以就希望人家 人家管理 犀不犀不犀 这是美国内障 所以你看王毅现在没辙 你看在台湾关系也没辙 然后在科技制裁啊 中方坚决反对美方 对华经贸关系啊 科技打压啊啊 国家安全呢 不要犯了 小院高墙啊 就这样反正的指责也就证明他不舒服啊 然后这个南海问题上啊啊 你美国不要插手啊 这个代表就证明美国插手了 中国没办法嘛 这个南海我们等于是要出菲律宾 中方在乌克兰问题上也说了乌克兰 所以他们就说了这么几个问题啊 都都证明这个布林肯在几大问题上都给他施压 然后这个中方坦坦荡荡啊 你中国还坦坦荡荡吗 你中国的整天那个这个藏着掖了啊 你看人家西方支援乌克兰就是公开的 坦坦荡荡 符合国际法 因为国际法的边境是该该是哪里哪里 是吧 所以中国支持俄罗斯就是就是藏着一样啊 所以就看这个这这显现出来 他他又要气急败坏啊 他又没有办法啊 都要争争取美美国的一个 他希望就是现在这样起我们文说了 这止跌起稳就不错了 就看得出来就是他希望最起码能止跌起稳 这是这个中国共产党就真的是怕了美国了啊 他真的真的只能就指望这样啊 然后现在现在反正两两面谁上台 中国估计都都不行啊 你看如果是就民民主党站站稳脚跟啊 这这这个这个哈里斯上台的民主党主动性就更强 就更加不用理中国在在台湾问题 在更加问题上 所以啊也这个也也就延续现在拜登路线的 估计中国都够呛啊 这个特朗普上台不确定性非常大 所以这个虽然说在在乌克兰问题上可能有所放松 在这个也也也估计有不不确定性 之后也是非常大的就对中国来讲啊 所以所以这个中国根本现在处于很被动的状态啊 另外一头我们确实在国际上 我们也看到一些新的动作嘛 就一个是印度啊 你看印度的钢铁协会就一个办法办官方的机构啊 就说啊 中国刚才啊啊 由于本这个美国加征了关税啊 所以就美国挑头 美国加征关税 之后啊 现在转向印度清销啊 所以印度马上必须啊 这个对中国啊 加征更多的关税啊 我们也要加关税 所以就形成一个什么 加对对中国加关税潮 哎 所以这这很好 就围堵中国嘛 所以关键一个呢 我们要围堵中国 另外一个呢 盟友之间不要征收啊 就其他国家就搞好 把中国孤立起来 然后维持原来的那个 那个的 世界贸易组织 哎 所以这个好 比什么当初搞什么 什么令起炉灶啊 或者说退出联合国 这招更高 就什么呢 孤立中国 然后其他国家 还是原来的世界贸易组织 哎 这就很好了啊 所以也是一个 就是其他国家 互相搞好关系 然后一起围堵中国 先把中国搞定 先把主要矛盾搞定 是吧 这个其他国家 他这个这次要矛盾 你比如日韩之间也 也可能有点矛盾 这些次要矛盾 先放一边 啊 所以这这次现在一个 一个一个 最最主要的一个 一个手段啊 就是所以这个 这个印度 但也也被迫是这样了啊 现在这个 你比如这个美国加了关税 中国东西就就往其他地方去 你现在找印度去 那印度也受不了 所以中国这个过剩产能的问题 最终他是找不到出口的 最终他只能逼 只能憋 只能憋 那现在他他刷什么股市 这些都是抢鲁之墨 没用的 那这个印度你看 也要就就证明这个趋势是延续的 另外一头呢 是菲律宾 菲律宾是这个是这个直接打中国 直接把这个包子踏平包子 把这个包子踏成肉馅啊 是吧 这个踏成一个一个一些馅饼 是吧 这个包子踏成馅饼踏平包子 这个简直真的是这个太太强大了啊 你看这菲律宾 顺利向第二托马斯潜滩坐滩军舰啊 运送后勤补给 看他没办法 就是运送了啊 你看这个这菲律宾相当成功啊 相当成功就就是补给 啊 你你中国就只能让步 没有办法啊 中国什么什么全程监管 就是满足一下给给个中国给你中国个台阶下吗 你这么喜欢你啊 要要面子 我就把面子给你啊 然后我们要理直 所以这个证明 中国现在除了做大内宣 然后这个好像那个管管的一个一个面子以外 其实他什么做不了 你跟牛本人说你中国把这个大内宣 当时中国希望啊 这个这个有很多小粉红五毛一银啊 是吧 把那个什么号啊 坐坐滩军舰给他炸啊 在那个地方那个 那个掩体也是很很比较软的 那一炸其实整整个礁石就就没了 到时候谁都要不了啊 啊所以说这他也他可能也不敢 他也不敢真这么做啊 所以说只是这个小粉红五毛一银嘛 是不是啊 那个那个反正现在做做摊之后 你看个人家该补给补给 补给啊 所谓达成协议就跟那个重新进口日本海鲜一样 就是中国认爽 现在中国把认爽就读做达成协议写写作认爽 就他说的都是达成协议 好像不是是两方面让步 其实就因为中国你的战略目标就是不要让他补给啊 他就把这个把这个坐摊军舰拿走嘛 结果人家也没拿走 中国没有实现他的战略意图 那就不是协议 那就是认守啊 尤其按照这个极端民族主义 这个小粉红五毛这个这个战狼外交的标准来讲 这绝对是认守 那个日本都该日本一直都是按照这国际原子能组织 也这个世界这个环保的这个这个标准 所有人都是公开可以检验的 一直都可以的啊 那就福福岛第一天那个排排放的时候 央视记者就当着自全全球的面 他央视记者就不就在在在测试嘛 所以都是公开的 那海边你自己去去去检测呀 是不是啊 所以都都你说有什么呢 啊中国啥也没捞到 就是自己找了个台阶下 那现在有很多国家也 也可能学去学学金啊 哎呀你那么喜欢要面子就给你面子 啊我们都要理智又行 那你中国要面子行行行行行 你爱怎么大内宣怎么大内宣 我们该怎么样怎么样 啊所以就就就就就这样啊 那那里面中国肯定也不行嘛 最最新就是很多人看到 所以中南海应该是处于一个很尴尬的一个状态啊 里面这个里面说到就昨天嘛 宣布叫做中央宣布免去李小鹏嘛啊 李小鹏交通运输部党主书记的职务嘛啊 这个事情就李小鹏被免职 这个看上去有些人觉得是细胞者要干李鹏家族 这可能是一种解读嘛 但是我觉得这个也没说他他是什么犯什么 啊我就 那现在看上去啊更多的 我感觉啊我这个嗅到这个嗅觉 我感觉可能是李鹏家族跳船比较多 你看因为李鹏家族手上是沾满鲜血的了啊啊 这个他自己如果什么这个他免去呢啊 可能一个这种表面上的理由会更好 就更有利于这有于李鹏家族在党内地位还是很高的 那当时这个八九六四这个事情嘛 所以所以李鹏家族做这个不太不太动他啊 那现在这个这个就他要平稳落地啊 他他可能要要不要搬搬到美国去搬搬到啊 哪里去了隐姓埋眠啊 要就这个人家可能到时候二代三代 我们都说古埃林是吧 人家这个以后后代都安排好了是吧 那只是现在也赚够了没必要啊是吧 所以一个到人家可能都都开溜了啊 也就是中南海啊核心权贵连李鹏这个这个家族这个级别现在都跑路了 也就是该捞的捞完了啊 这一次什么什么所谓刷股市也好刷楼市也好 就是最后一次逃命机会 你看连李鹏都在跑了啊 这次是最后一次跑路 所以大家要跟跟上跟上节奏 就尤其是强烈小伙伴们 你看李鹏都跑了啊 他不知道这个中国共产党可能要完蛋了啊 这次是最后一次虚晃一枪 这最后一次反弹 每一次反弹都是逃命机会啊 一定要一定要学会 之前都反弹天天反弹是吧 这个这次你看那个这都是这个反弹完就就完蛋了 该出的招都出完了 后面就没招可出了啊 所以就完蛋了呗 那先说这么多啊 觉得不错 打开小铃铛